你還在害羞嗎 再這樣升官加薪都不會找你喔 害羞還不能升官喔 對啊 之前不是有說 去年年底美國有一個調查 說成功的兩大障礙 一個就是太害羞 一個是太努力 太努力也不行嗎 太努力也不行 所以你埋頭苦幹 你沒有看整個大環境 或配合其他的人 沒有錯 這也不行 有時候用錯力 真的有些埋頭苦幹 一直加班 然後一直研讀 可是升官的不是他 對 所以新聞世代不能太害羞 要自己想辦法找亮點 老師是屬於害羞的人嗎 我是很害羞 所以這一集我就有一點心虛這樣 老師是以前綽號叫什麼你知道嗎 台大寒羞草 對 太害羞了 你碰到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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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子講 妳是不是很害羞 不要給社會大眾一個好的學習 其實我這不是太好 我是比較害羞的 譬如說在班上 妳以前是勇於發表一些 老師 這題我會 是 我就是除了在我能夠站在那個地方 做我會做的事情的其他場合 我希望我安安靜靜的不要被發現 有些人就是這樣喔 很害怕 明明功課很好 舉手的卻不是他們 我跟你講 今天要告訴大家密室操作 像我這樣子呢 是個錯誤的示範 像你裝熟魔人 唉唷 這一個 這一個封號今天應該會出現 像黑人科這樣子就對了 沒有錯 我把它當成一個榮耀 榮耀 榮耀 那是能力耶 要裝熟還不被人家討厭跟接納 這是能力 盡量要來學習 沒有錯 記得來賓都是專家 歡迎第一位 演藝圈厚臉皮代表 一人就是他們選手 成功了 是的 在機場上臉皮一定要厚 但切記 心不能黑 這樣你才會順順利利 歡迎林哥 下一位職場老傢伙喵喵陳 小禎哥 在這個時代 心懷弱骨會跌落骨底 所以臉皮一定要厚 跌落骨底耶 下一位深性厚臉皮 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破哥 新的顏色跟你鈔票的顏色是成正比 你臉皮的厚度跟你的荷包 一樣成正比 今天就怎麼樣來教你 怎麼樣讓你的荷包跟鈔票 又厚又黑 好 歡迎霍哥 下一位我覺得他不需要厚臉皮 他那張臉這麼漂亮就夠了 歡迎職場觀察家張雪倫 有試著有機會 想要成功 卻要不怕困難往前衝 歡迎職場 好激勵 不過臉皮薄真的會錯過這個 架心的機會嗎 會 我覺得 尤其是幹我們這一行的 以前我們老闆告訴我們說 臉皮薄聲音小 那就不要進這一行 因為你完全沒有機會嘛 你也知道這一行就是 嘻嘻滑滑這樣子 有嗎 沒有啦 我們都很專業 都很專業啊 老派的這一定要 在現場要有大聲這樣 一定的啊 我們有時候從 難怪你就那麼大聲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我剛進這一行的時候 也是有名的 彈羞草 是嗎 因為這樣的緣故 不曉得被我們那個老闆 罵了多少次 我老闆有一次 真的給我一個好機會 他說 你不是一直都嫌 你做的事情太低階嗎 那這樣子好了 下一次錄影呢 就給你機會 你去跟主持人Re內容 那個時候只有誰能Re內容 一定是節目單位的核心人物 才能夠去主持人Re內容 右排的 對 那我就壓力很沉重 因為我看我一個同事好感喔 他幾乎是不學無術喔 可是他每次遇到主持人 黑人哥 厲害了 特董啊 我開場白要先 我跟你講這一集 這一集 收視率多少 至少三以上 你不信對不對 我才講給你聽這一集怎麼錄 他就自己在那邊弄起來了 那我就很羨慕他 可是我就一直覺得自己做不到 然後 錄影前的那個晚上我睡不著 我一直在沙盤推演 我要怎麼學他 還演練 厲害啦 該被對著鏡子練吧 錄影當天 我面對的是誰呢 董志誠 然後 鳳恰恰 許孝順 剪場 那時候都是 一歌的 一歌級的 因為我們那個節目是這個 短劇類型的嘛 那等於就是我要跟他 Re教本內容 那結果我一直在他面前喔 縮 會縮嗎 縮 然後本來想好的那些畫面 那些搞笑的一些情節動作呢 全部就都忘光了 那劇本 劇本就是要演嘛 結果我變成用念的 董哥你就說 你怎麼來了 碰著你就說我怎麼來了 變朗讀了 我跟你講本來這些人 試圖給我機會 他們都是好人 他們本來還瞪大眼睛 唉唷 新人喔 新官上任喔 不得了 他們要擺上廳 可是因為你那個蚊子 蚊子般的催眠 他們開始喔 頭低下來了 然後開始自己聊起來了 對啊 等一下要吃什麼 還是火鍋 還是日本料理 他們就自己聊起來了 可是我不能退啊 我還是去那邊念 他說哪 後來終於 終於那個 碰哥解救了我 碰哥說 沒關係啦 玉琳沒關係 你夾飯給我 他就拿過來 他說 這個字馬我們看得懂 我們自己看就好了 很挫敗 這樣會很挫敗 然後我就跟鬼一樣飄走了 那是你第一次 第一次 這一次 那是耽誤我多久 因為陸安穎 那個老闆會進棚問主持人說 玉琳表現得怎麼樣 他表現 沒表現耶 因為也不知道他表現什麼 就因為這樣喔 大概耽誤了我半年的時間 以前我們接電話是這樣子喔 這許醫老師打了 喂 許醫老師 後來我一次 我老闆從我背後 給我扒下去 他說 他就告訴我很重要 這是我在職場學會 第一件事情 講電話 那私人朋友不需要這樣啦 拿起來那個氣勢一定要有 讓對方覺得你開心 因為你的開心 可以帶動對方開心 後來呢 我就被他那個 交了好幾次以後呢 我就電話 我以後電話想 喂 怎麼樣 啊 經理 啊 太好啦 OK 沒問題了 都被你追啊 我們那個時候在外商的時候 一千多人一個外商 我上面那個長官 也是士官長退伍的 所以非常的嚴謹跟嚴厲 但是問題是呢 我們每次戴他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有時候 從經理他要有 副總缺要開了 他想說 他的這個職位應該夠了 因為已經做經理 大概十幾二十年了 應該輪到我老闆了吧 因為一人得到 我們雞犬升天 至少我們也會跟著上 結果然後在開會的時候 他居然就跟我們的總經理說 沒關係這種東西 我們就是不齊不求 他講不齊不求 照著輪理來 誰該先上就先上 結果沒想到 他以為是老闆會給他 因為年資也夠 經理也夠 沒想到老闆就真的給別人了 後來我們就問說老闆說 我們那個老闆資歷夠 你為什麼不讓他上 他說 久了以後他就覺得說 你不齊不求 那別人比你更有企圖心 那就先讓別人上 反正你有的是機會 然後漸漸漸漸漸 亮在那邊亮久以後 就變習慣了 反正以後升天的時候 都不會想到他 到後來誰升成副總 你知道嗎 我已經升成副總 變成我要管他了 學弟管學長 學弟管學長 我們也不好意思管他 但問題是 你要我提升他起來更難 就有一次有個機會開了 下面有一個協力的一個缺 我想說 是要找我這個老闆 還是我以前下面的人 我下面帶的人 等於已經是3T過後了 那時候我們老闆的考量就是說 他已經在那邊待那麼久 已經像化石 如果這樣搬的話 要怪不怪 那就乾脆就不要理他 然後我們就 請我們以前的下面的同事 上來就對了 因為你一直不求一直不求 到最後就變慣性的 你就扯在那裡 人家要Promo 要升職 要加錢的時候 就絕對不會想到 對 其實後臉皮若換四個字 積極進尺 沒錯 就是那個態度 不夠挫折 對不對 那笑成哥呢 看起來感覺是溫良公姐這樣 對 你剛好講到我們學校的校訓 那為什麼我跟玉琳 那時候 你也是屬於寒羞草型 他是四心寒羞草 他有另外一個錯 叫四心大王爺子 因為我們身材的關係 對 他也是在碰到 縮起來要兩天以後 才敢再看 還要兩天 王何作用 剛開始當記者 真的很慘 那慘到什麼慘 那臉皮超級薄 那個我記得 那個時候去 那個台北市松山分局 然後去松山分局的時候 我記得 那時候我拿了一個名片 名片剛印好 你知道 年輕人有人他第一張名片 那時候 你知道那個心情 很興奮 我捨不得發給別人 結果 結果後來 名片就是要發 後來這種時候 那時候我從我的那個 皮夾裡面 把那個名片拿出來的時候 我發的第一張名片是誰 你知道 就是 所有的記者 從來不會發名片的對象 那個就是 站在門口一個 穿著制服圓景 我們兩個在對看 然後就很不客氣 他以為你在虧他 對他以為我在鬧他 鬧他 結果我是覺得很白癡嘛 後來小小就進去 一進去就是 我第一天上班很慘 慘到什麼程度 沒有人要理我 我明天全部發完了 太菜 我那個打手的阿桑 我都發給他了 真的沒有人要理 那你帶一盒去喔 我怎麼就帶一盒去 我都帶一盒去 對啊 我突然把它發完之後 你知道悶到什麼程度 我後來之後 沒有人要理我到那 我就自己找地方坐 我到處被人家趕來趕去這樣子 因為他們有些警察巡邏回來 之後他就要坐他的位置 趕到最後的時候 我記得我左邊是一個 那個什麼 一個妨礙風化的通緝犯 妨礙風化的那個犯人 被上手銬 右邊呢 是另外一個 好像是那個什麼 那個好像是 搶奪罪的 然後被上手銬 我早晚就夾在中間 然後我就跟著兩個犯人 坐在一起 然後我又很害羞 因為我頭到我頭都在低著 你知道那個畫面 好像到什麼程度 我頭又這樣低著這樣 然後不時這樣看著 人家很像做壞事被抓到 甚至有那個警察講 喔 起來 我還跟著一起起來 到時候才搞清楚 現在我是記得 我前三天之後 坐輪板在 垮到什麼程度 每次一回去的時候 我發覺 沒新聞寫 我就知道我跟長官講 我沒有辦法 沒有任何新聞寫 隔天這時候一看到 我們當時的那個 對手報的聯合報 做了一大篇出來 就是我那個轄區 我就好想去撞死 這樣 第二天我又再去 第三天終於 受不了 我就跟那個裡面的警察講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新聞 請問我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寫不出一條新聞來 他講說沒有新聞 全面上都是 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裡面很厚 我就把整塊的那個 他有一個什麼那個 就是那個 命案的一個通報的 一個紀錄的一個東西 把它弄下來 因為那是選案 那案子沒有破 我就整個把它撕下 撕下整個捲的都要帶走 後來之後那個 一個行政組長一進來 就問我說 你幹嘛 我說我中國時報記者 他說那幹嘛猜這個 我說沒有啊 就借一下 借完之後 回去寫寫新聞之後 然後我就還給你們 還什麼 整個給你啊 我說另外還有啊 我說喔 那這樣 然後我真的準備要走 他講說 那你知不知道這個案子是什麼案子 不知道 不知道你寫什麼呢 你跟我回來 所以他就在回來 那個小隊長過來 你跟他聊一聊 就跟你講 等於你主動出擊 跟默默呆呆呆的差別 我就是因為憋三天 只要憋得受不了 因為那個面子實在掛不住 你連露三天新聞 連那最小氣案 都露 房仲業來講 菜鳥業務 他其實沒什麼case來源 那他頂多就是在那邊 接到電話 有一天有一個菜鳥 就接到電話 就說 有一個case要賣屋 然後他就報這個地址 給學長說 學長 學長 這個地址他們要賣 我們去看一看 然後學長一聽這個地址 一定面蒙阿波 不是陽台看得到 就是前面的窗台看得到 反正一定看得到 那就是蒙阿波裡面 對 然後後來但不得已 菜鳥要去 那學長就只好帶著去 然後去果然就是 在客廳的那個窗台上 一看就是蒙阿波 他們就想這個難賣了 因為覺得說沒機會 很難賣 那老鳥通常就覺得說 算了算了這個case 交給你了 三個月到最後 如果賣不出去 再換別人賣好了 結果這個菜鳥 因為第一次接到這個case 他就講 沒關係 我試試看 所以他在所有 他可以做的廣告的上面 通通就是看這個 然後把它寫得很好 見人來問他就推銷 他就厚臉皮 他就盡量去跟他講 就真的遇到一組 晚上要看屋的 一個媽媽帶著一個小孩 媽媽還是長頭髮 大家就想說 這個為什麼是晚上要來看屋 結果他們就想說 有人要看那還是要服務 就帶著去 結果帶到客廳去 他們就已經先叫屋主 把窗簾先把它拉起來 最好不要一進去就看到對不對 結果那個小孩就很頑皮 就跑去掀窗簾 一掀看來他就說 媽媽 阿公 然後大家想 那兩個業務想說 嚇了 怎麼會阿公出現在 沒阿婆的那個方向 原來是因為 這一組客人 這個媽媽 他們家的祖先都葬在這邊 所以他反而覺得 在這邊他不會覺得特別害怕 他覺得說 以後掃簾很方便 所以後來他們就真的 就買了這個房子 然後這個是 這個菜鳥業務階層的 所以後來那個 老鳥業務就很餓 後來賣的房價還不錯 所以他就覺得說 沒想到這樣子人家常講說 在文化坡旁邊的房子很難賣 房子很難賣